民国时期的大上海 曾经出现三位大流氓 黄金荣 杜月笙 张孝林 但在上海 有一个人让这三位大亨都要进三分 他特立独行 有古代的侠客气息 他就是王亚乔 王亚乔 自久光 1889年出生于安徽和肥 自幼读书 聪颖过人 少年时期目睹官吏豪强压榨人民 恨之入骨 1921年 王亚乔从于成阁手中 接管安徽旅户同乡会 号召晚级工人入会 一时间入会者络绎不绝 劳工总会人数达到十万之重 劳工会也被称作大家熟知的斧头帮 这个队伍是用斧头 手枪和炸弹等武器 来对付那些专门欺压工人的负伤 和其他帮会的 也被人们称作暗杀团 王亚乔劳工会的成员 多达十万余人 他们还是铁血除奸团 不只是汉奸卖国贼怕他们 就连日本人 听到他们的名号 都进入寒蝉 在一次会议上 王亚乔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 意见不一发生冲突 因王亚乔个子矮小 他竟爬上凳子 抽了杨虎两个巴掌 这位卧兵千万的司令 深知王亚乔难对付 不敢还手 信信久急 那时候的杨虎 与黄金荣的关系很好 而黄金荣 也只能和手下说 要是以后再碰见王亚乔 或他的部下的话 你们就别惹他们 走远点为好 王亚乔的刀枪 几乎触动了中国大地上 他所能光顾的 所有的阴暗角落 也因此遭受了来自 日 围 各 帮树重势力的围追捕杀 蒋介石悬赏百万 收购王亚乔的人头 王伟政权 派出特务层层布防 预指王亚乔鱼乱枪之中 王亚乔还是个爱国主义者 1932年的时候 日军集结了十万人 对上海发动了突然袭击 日本人更是畅狂地 在红统公园 开松户战争的胜利大会 还大摆宴席地 说要给日本天皇过生日 王亚乔知道后说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你不是想过生日吗 那我就让你 轰轰烈烈地过一回生日 正当日本药员 在台上讲话之时 台下的暖水壶 突然就发生了爆炸 炸死炸伤了 日本军政药员 大概十几个 其中包括 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泽 白川义泽是第一个 死在中国的日本陆军大将 蒋介石听说后 就派王亚乔分到杨彪的 拜把子兄弟 带力去招安他 还拿住四万件 大阳说感谢他抗日有功 实际上就是想请他出山 但是 王亚乔坚决不吃这套 他说 蒋介石用兵百万却不抗日 我们老百姓自己抗日 不用答谢 后来王亚乔被人背叛 遭到特务的暗杀 并被特务 用刀割下了整张脸 就这样 一代萧雄 已惨死结束了 自己霸道却正义的一生 国民党少将沈醉曾说 世人都怕魔鬼 但是魔鬼却怕王亚乔 就连黄金戎 布月生都说 府头方的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们这些青帮大佬 遇上王亚乔 可能都得绕道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